文化部与台东生活美学馆指导 关山生活美学协会办理的 103年文化部落文化发展补助计划 幸福山城艺术学院学习成果发表会 11月9号下午在关山盛十字疗养院举办 我们在102年我们把整个重古地区 打造成一个艺术音乐文化的一个氛围跟环境 我们在今年103年 我们希望把这个艺术氛围把它落实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所谓的一个艺术学院 我们今天来做的成果发表会 包括了我们的三海乐团 还有我们的方块骨 跟我们的这个街舞班 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研习成果 带到圣子之家疗养院 让这些平日行动不变的老人家院民们 他只要不出门 他一样能够接触到一个艺术文化的涵养 也能够看一些我们这些社区的家长跟孩子们 平日学习的一个成果 关山生活美学协会 为了要落实艺术文化氛围环境 申请成立幸福山城艺术学院 设有音乐系表演系工艺美学 工艺美学代表拼步班 在海端的坎顶山上 有一群婆婆妈妈们齐之而成 音乐系上海乐团 由海端和关山国小的学生 及毕业校友组成 在黄欣颖老师的指导下 弹奏出多首耳熟能详的美妙旋律 表演系的街舞 在Joanna老师与学生们的舞蹈下 一起巧嗨了大家的心情 最后是20位学生齐拍的方块鼓 以轻盈的鼓声为欣赏者带来欢乐 我都看出很开心 我们都因为难得 他们其实很用心的表演 一定展现出 一定释放出那种喜悦开心 真的我们的阿公阿嬷 我都从看他们的联事 还有每一个工作人有兄弟都很开心 分享到他们的喜悦 真的感谢他们 也期待他们下一次再过来为我们的阿公阿嬷 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做一个慰勞 谢谢他们 有他们真好为我们做一个表演 因为我们的阿公阿嬷很难得出去 能够看这种表演的机会 其实海灯国小 其实我们虽然在偏乡 可是我们真的很富有 我们拥有很多的爱 那也感谢我们这个 观山生活美食学会的周会长 其实对小朋友的爱 原本我们这个计划 是在观山镇执行 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推动这个计划以来 包括所谓的临近的 连台东市跟海端乡 池上乡 包括花蓮的玉璃 都有学员来报名参加 这是我们觉得在推动今年春落文化发展的部分 我们一个觉得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感 表示我们在推动这项计划的方面 获得了许多民众家长跟一些小朋友们的肯定 理事长周福安说 这次的活动也是种教育 推广爱的观念和行动 他也预告2015年2月14号将举行感恩音乐会 以收取门票的方式展出 而收入的所得将全数捐给盛十字疗养院 余雨萱刘瑞文采访摄影